台南市立安南醫院自開院以來 每年平均約有兩萬四千人次就診 造福不少安南區居民 但第三醫療大樓興建卻遙遙無期 眼看契約到期十日將近 預定用力除了動土之外 未有其他興建動作 市議員林秉立於今日總質詢時提出 希望衛生局能督促新大樓興建進度 造福更多在地居民 要發款 你發款都沒辦法 我們目標是要去完成 要完成 逼它的技巧出來 是不是這樣 一些醫療設施嘛 它都有分檔 一檔 二檔 三檔 一檔 三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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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對這塊就是我們衛生局 監督的地方 以前的KO就是三檔要做完成 四千萬回饋人家支到 因為一些老公偷就去檢查 你要去一檔興隆 所以這個第三檔 我就感到快完成 這樣這個病已經完成了 是不是這樣 衛生局長林勝哲回應 17月明定第三醫療大樓 應於104年3月30日前完工 就當前狀況而言 違約延期的可能性很大 原因是中央衛福部 對於新大樓的細部規劃仍有建議 目前院方也釋出最大善意 表示雖延期但還是會盡快完成 依照合約在第二期 還有一個第三醫療大樓部分 應該在四年內 那大家如果反推 我們從100年的3月30號 四年後應該是104年的3月30號 所以目前應該是沒有辦法完工 衛福部就中央對於一些細部的規劃 他們仍然有意見 所以目前還沒有辦法動土開工的情況之下 一定會造成違反企業部分 我們市府有兩個原則 第一個是逐日罰 一天是五萬塊 那最多到數千萬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還是希望他們能夠依法 那延期但是該盡的這些如期完工的責任 還是要盡快辦理 同時林盛哲也提到 市府單位會堅守兩大原則進行監督 延期部分以一天五萬元的罰款開罰 目前第三醫療大樓設計已經完工 會採取莫自行與第二醫療大樓互通 並用天橋連接第一大樓 三個大樓互有通路出入 只等衛福部通意後就可以直接開通 記者黃俊淮 楊寧子 王岐勳 台南報導